那蘋概股就要接報嗎 我們看到蘋果邀請函 已經曝光了 新品發表會會在臺灣時間 九月十三號凌晨一點登場 那我們知道很多果粉 兩兩三個半月沒睡 就是黑眼圈要看蘋果新品發表會 而地表最強 蘋果分析師郭敏祺也說了 他說iPhone十五最大的賣點 很有可能讓他這一次 銷售數字跌破眼鏡 到底他最大賣點是什麼 他的蘋果邀請函 有沒有透露什麼端倪 其實是有的 往年其實蘋果邀請函 會在這個發表會的前兩個禮拜 先讓我們開始猜一猜 對 而且都是會把這些玄機 加在這個邀請函的封面上 給你看看 我這一次到底葫蘆裡賣的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來看看他的邀請函 到底透露什麼樣的玄機 我們看他的顏色很特別 對 他這種藍又不是傳統的藍 有點沙沙的霧霧 沙沙的霧霧的 然後有一點一點的 這好像看起來很像沙子 這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是這次的材質 可能會變不一樣 我認為是在材質方面 因為過去的蘋果 他都是這個整個畫的蘋果 都是實體的實心的 這是這一次用這樣霧化的方式 所以有可能是磨砂的這種 所謂的鈦金屬的方式 所以有可能是鈦金色跟鈦灰色 所以就符合這樣的一個概念 蠻有意思的 那麼媒體還說 你知道這個沙沙是什麼呢 這是阿姆斯狀登陸月球的腳印 這真的像腳印嗎 我是看不出來 所以蠻有意思的是說 蘋果的logo暗示會新增加 太灰色和太藍色 因為這個灰跟藍跟傳統的顏色 比較不同 他說會取代過去的金色和紫色 而且他的流沙感呢 就好像太空人登陸月球的腳印 看不太出來 好像有點想像空間了 暗示將會使用太空科技材料 鈦金屬 不過我們再回到這一次 蘋果發表會的主題 他的主題是驚奇和渴望 那麼到底什麼會讓消費者驚奇 會讓消費者渴望呢 現在外界猜測應該是潛望式鏡頭 問題是潛望式鏡頭 會讓我們覺得驚奇嗎 不是很多手機都用了嗎 蘋果雖然是擠牙膏 但是我覺得這次的iPhone15 其實有兩個很重要的改變 包含郭明奇說 潛望式的光學變焦鏡頭 這一次可能在iPhone15 Pro Max 就是最高規的上面 達到5倍或6倍 就5或6X的光學變焦 那這個光學變焦 其實傳統各位看到 不是沒有iPhone13跟iPhone14 像我iPhone4 Pro 其實他就有3倍 但是3倍跟5倍 你說老實話直接拉拉的上去 可是問題是當你把距離 把這個焦距拉近的時候 對不起開始糊了 所以5倍到6倍的時候 大家看到這個圖片 就會怎麼樣 可以在遠處 這是怎樣 遠處就可以把它拉近 而且可以成像的更清楚 重點是在這樣的狀況下 手機更輕更薄 所以這就是一個蘋果 在這個所謂的一個像素 跟這位呈現上的提升 5倍變焦 會是蘋果今年最大的賣點嗎 會激勵消費者進場買單嗎 我們也搞不清楚 不過從股價的角度來看 好像每一次蘋果發表會 都是利多出鏡 這個股價過去 蘋果只要在發表前 沒有太多的亮點或是亮點被曝光完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不用看遠了 看最近的2022的九月幾號 發表的當天小漲 然後隔天開始就一路往下 所以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包含2021 2020 基本上有很多次都怎麼樣 在發表日的當天就直接中錯 好 我們來看過去的歷史經驗 因為913凌晨1點 就是蘋果發表會了 我們來看過去的經驗 我們已經統計從2016年 一直到最近 發表會當天2016年的9月7號 當天是小漲的 那當月是漲的 但2017年9月那一次 當日是跌的 當月跌了6個百分點 2018年那一次 當天是跌的 當月是跌的 2019那天 當天是漲的 當月是漲的 所以這四次裡頭 良好良壞 那我們再看更靠近一點 2020年當天是跌的 當月是跌的 2021年當天是小漲 當月是跌的 2022年當天是小漲 當月是跌的 所以從最近這三年來看 中線波段 其實都是下跌 對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有去注意 這張圖 你看20年 21年跟22年 都是在發表會之前先漲一段 漲完之後發表就會什麼 開始拋貨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現在我們說蘋果邀請台灣來了 9月3號要出了 硬體上給大家的激勵 我認為就會怎麼樣 在宣布的時候 這個激情 如果沒有更多的激情 那我覺得就會是在9月初 勵多出境 沒錯 一顆蘋果救台灣 這是過去已經好多年前的記憶了 這幾年我們注意到 蘋果陣營相關的一些概念股 開始進行脫貧 也就是他們不想單壓蘋果 因為蘋果有夠拍攤 那麼在脫貧的過程當中 他們慢慢都在進行轉型 所以轉型成功的例子 其實蠻多的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過去十年的統計 PC的十年的成長的衰退幅度 大概是18% 可是整體 這是包含蘋果 整體手機銷售的衰退幅度 卻是大於PC 我們說PC好像 本來就應該衰退了 可是拍誰 手機在2017到2022年 衰退是21% 所以包含大力光 你看現在都要做E-mail了 對不對 所以整體說來 第一個 我認為今年的iPhone的銷售數字 絕對會是什麼 全世界手機的指標 因為全世界今年手機都賣不好 可是要不要轉型 一定要轉型 所以現在只剩下 郭明齊還樂觀了 對 很多專業機構相對都比較保守 我們來看 供應商比較保守 供應商說iPhone15的出貨量 是下修的 只有郭明齊還說iPhone15會大賣 來大力光董事長林恩平說 高階手機不樂觀 沒有什麼需求 當然蘋果就屬於高階了 那供應鏈的高層也說 他說蘋果給6月的預測比2月下修了10到15個百分點 這是供應鏈的高層的說法 另外賽亞調研則說今年手機的出貨量比去年 他講的是整體會YOY減少8個百分點 所以不管是從整體的市場面來看 還是高階市場來看 或者是蘋果供應鏈來看 相對都是比較保守 對 但是阿光 我要提醒大家一個重點 今年的手機 我覺得就必須要轉型 那台廠有沒有轉型 我告訴各位 臺灣最厲害的就是這些中小企業 一定要怎麼樣 在你還沒有衰敗之前 我就轉 所以其實從上中下游 大家可以看到 通通都在轉型 好 我們來看熱光 他也轉型 增加AI和高速運算 以及車用電子的領域 那臺積電當然早就做了AI和高速運算的晶片 臺灣經濟也做了AI和高速運算的晶片 滑通做了低軌微星的產業 那麼另外振威做了再生能源 鴻海去做半導體 做電動車 做AI做伺服器 所以大家都不敢單壓蘋果 對 所以如果是單壓蘋果 我說老實話 這邊說鴻海56% 說實在的 今年鴻海真的很慘 所以你壓蘋果壓得越重 基本上你要翻身就越難 但是你壓蘋果壓得越輕 如果容易翻身的話 一翻就翻過去了 我們來講臺灣經濟 我認為臺灣經濟最厲害的地方 他做的是什麼 就是做實音元件 那我們先來看他的股價 基本上他的股價其實還不錯 你看他的股價其實跟其他的蘋果股不太一樣 反步墊高外資也給他按讚 如果現在問你有放愛外資的話 其實他就先來開始走兩條路 第一個我在Apple端我也要賺錢 可是我轉型到AI的Server 我也要賺錢 如果你本來放在手機的這些實音的元件 叫CXO對不對 是 我把它放到AI的Server 我做得更薄的時候 我的毛利就大幅提升 因為我本來是賣給消費端的嘛 我現在要給什麼 H100用 你H100毛利這麼高 你毛利高我提供的元件的毛利也高嘛 那價格一拉拉五倍 所以現在才說 我做給手機端的 可能我的毛利漲百分之二十 可是我做給AI伺服器的 毛利可能到四十到五十趴 那整個毛利拉起來 我們知道每年下半年 都是心機發票最熱鬧的時候 也就是大家最近竹最激烈的時候 就是在下半年 特別是在九月份 那我們知道蘋果九一三要發表 那麼在發表之前一定會有很多人搶先發表 比如三星已經先搶先發表了 那麼現在據說華為就選在九一二 對決的意味非常濃厚 對 華為選九一二 但是觀眾朋友也知道 在這個中國 昨天中午 就在八月二十九號的中午 直接就開賣 直接華為的 不是 他還沒有發表 他就先開賣 對 Mate六十Pro直接賣 所以其實我看網路上 中國玩友全部嚇傻了 然後怎麼樣 因為有很多博主 他們會去開箱 我看到他們說 直接衝到深圳去搶現貨 他說還好搶得到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華為我說老實話就不講武德 為什麼 先放一個煙幕 但是說我九月十二號又淹布 要這個所謂的發表會 可是在發表會 還沒出來之前 直接怎麼樣 鋪機 機子就直接賣了 所以這是華為的逆襲 對 六千九百九十九元 所以大概三萬多塊臺幣 所以他其實價格訂得不高 但是怎麼樣 直接怎麼樣 直接你想買的人 就直接會 不過昌星 我真的搞不懂 他不是沒有5G晶片嗎 怎麼會號稱Mate六十是 可以有5G的手機 5G是這樣 它有5G嗎 基本上以官宣 官宣來講 現在大陸不能做 對不對 所以官宣來講 沒有5G的晶片 我也說不到5G的訊號 可是網友打開來實測 他的速度可以到達5G 所以也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其實華為 現在是類5G 類5G 速度有達到 但是他不能對外說 我有5G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現在變成說 我就是扎扎實實的衛星通訊 所以他是衛星電話 衛星電話 而且拿起來就可以直接打 他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突破這樣的限制 然後來跟大家宣告說 我也跨入了新鏈的機會 這個其實接下來的 就是Apple接招了 因為大家看到一開始說 我們說阿姆斯撞 那衛星電話蠻厲害的 很厲害 所以拿起來就可以 在船上 到處 到處都可以打 山山 野嶺都可以打 是 所以就沒有 官宣知道了 就沒有通訊死角了 所以他就不用刻意強調 4G跟5G了